半决赛3比1击败东道主澳大利亚的英格兰 保持六战全胜的战绩 和西班牙队一样首次杀入女足世界杯决赛 比赛开始后 三师军团凭借身高优势 向对手连续施压 而西班牙女足则利用控球能力 巧妙组织进攻 渗透对方防线 逐渐占据场上优势 上半场第29分钟 西班牙队断球反击 奥尔加·卡蒙娜低射 为西班牙打尽决定胜局的一球 当主裁判吹响中场哨时 西班牙球迷走上街头 为球队夺冠欢呼 西班牙也成为继德国之后 第二个男足和女足都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西班牙全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在稍早进行的季军争夺战中 瑞典队2比0战胜东道主澳大利亚队 连续两届获得女足世界杯季军 至此 欧洲球队包揽了本届女足世界杯的前三名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comparisons喔